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再过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呢 就是到了特征组发简讯通知大家 点加洗钱案贞结记者会的时间 现在整个记者会的现场都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手上是不是拿到了起诉书 我们连线给记者吴家慧 好了 预计呢 特征组要在3点15分 下午的3点15分来开记者会 那么记者会的地点呢 是在法务部的一楼的一个大厅 由于呢 这个整个特征组是非常的狭小 所以整个起诉 那个陈前总统的一个起诉的一个记者会呢 可以说是遍寻不着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地点 最后呢 是决定在这个法务部的一楼大厅 不过少早之前呢 王清风是已经先离开了法务部了 所以法务部长王清风 他本人呢 现在是并不在部里 法务部也强调呢 他们只是出借这个大厅 来给特征组来使用 来应付今天我们在场呢 目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所有的媒体呢 加起来有超过50家 甚至是有将近七八十家左右 这样子一个情况 而且呢 其中还有包括了外国媒体 像是路透社等等的 以及这个两岸的媒体 都有来到现场 都非常关心 今天的一个起诉的一个结果 那么据我们最新的了解呢 这个特征组的主任陈云南呢 也已经从特征组出发了 不过他是以步行的方式呢 待会就会来到法务部一楼大厅 和这个检查总长陈聪明 来共同召开记者会 那么待会呢 在记者会的现场 将会由陈聪明呢 来先做一个起诉的一个发言 那么之后一些细节的 一个相关问题呢 再由这个陈云南 也就是特征组的发言人 主任警察官陈云南呢 再来做说明 但是呢 这个最新的了解 特征组的其他的这个七位检察官呢 是并不会来到这个 整个法务部这边的一个情况 那么整个起诉的一个过程呢 就待会的整个记者会的过程 大概是会这样子来做进行 所以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发言台这边只有两个位置 那么一个就是检查总长陈聪明 另外一个呢 就是特征组的主任陈云南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么预计呢 在今天的一个起诉的一个案子上面呢 就是包括了这个整个扁家的起诉的案子呢 总共是有四大案会在今天结案 那么整个起诉的部分呢 也待会呢 就会在起诉书 因为没有办法呢 再敢在这个记者会之前来制作完成 所以呢 预计呢 这个起诉书是会在结案的 起诉的记者会 一个小时之后 才会来做发放起诉书这样一个动作 不过呢 在记者会的同时呢 会先来发放所谓的新闻稿 也就是整个起诉的一个新闻稿 会简略性的整个四个案的案情 还有整个起诉的重点 会先做简略性的一个 一个新闻稿的一个说明 但是整本的一个起诉书 由于页数实在是太多了 在今天上午呢 这个陈聪明离开这个特征组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起诉书是厚厚的一叠 由800到1000页这么多这样 这样子一个起诉书 由于这起诉书数量实在是太厚了 即使是一家媒体只拿一份 这个要花这个饮饮的时间 也实在是相当的久 那么今天呢 现在呢 整个房屋部的一楼大厅 可以说是挤得水泄不通 整个都是相当的多人 那么现在时间呢 也已经接近3点15分了 但是呢 目前呢 这个包括了陈聪明 以及这个陈云南呢 目前都是还没有看到 那么今天呢 据我们中间新闻的了解 对于陈水扁 吴淑珍 陈志中 以及黄瑞靖呢 这四个人呢 其实都没有具体求刑 但是呢 检察官也在起诉书里面 做了说明 所谓没有具体求刑 就是没有具体来求除几年的 有期徒刑 这个是没有具体求刑 但是呢 检察官还是有见请 法官这边呢 未来要来从众量刑 那么包括呢 据了解 包括这个陈水扁前总统的部分呢 检察官 特征组的检察官是要求 他们求除最严厉之刑 那么这个最严厉之刑 到底是30年还是无期徒刑呢 这个呢 是要由法官来自己来认定 但是这个在检察官这边呢 并没有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 那么吴淑珍呢 由于是整个洗钱案 龙潭弊案 南港弊案 还有这个国务机要费案 可以说是主嫌 而且也主导所有的一个金钱流向 所以因此呢 在吴淑珍这个部分呢 再加上他又不是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 他也没有这个前 这个 没有这个公务人员的身份 因此检察官在这个部分呢 也要求法官来重重量刑 那么另外呢 在儿女的部分呢 包括了陈志忠以及黄瑞靖 那么在陈志忠的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 他可以是整个洗钱的一个主导人 那么在后期的部分呢 他也是主导了整个洗钱的一个流向 一个动态 而且他多次出国呢 在之前叶胜茂的判决书里面 法官也认为说 为什么陈志忠每次出国的时候呢 这个贬家的洗钱的一个资金就有流动 这样子一个现象 因此也认为呢 陈志忠是主导洗钱的 在今天的这个起诉书里面 据了解 陈志忠的这个洗钱的认定 也是相当的明确 就认为陈志忠是洗钱的这个主导的人物 那么不过呢 由于这个陈志忠所犯的这个罪行 只有洗钱一项 那么洗钱的这一项罪名呢 所要求的刑期呢 法定的本刑 是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么检察官呢 也是要求法官要来重重量刑 不过呢 这个量到最高 应该还是会在七年以下 那黄瑞静呢 可以说是共同洗钱的部分 那么据了解呢 检察官也很可能呢 是对黄瑞静也要求重重量刑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其他呢 还包括了这个人头账户 还有其他等等的一个部分 在今天呢 都会来做出一个 这个起诉的一个动作 不过据了解呢 包括了其他的一些人头 户以及这个幕僚 包括了林德逊 马永诚 陈正会 这个部分呢 很可能都不会具体求刑 都没有具体求刑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在今天总共的这么多个 十多个被告里面呢 根本就没有人被具体求刑 不过 但是呢 这个检察官还是有 向法官呢 要求这个 建议这个量刑的一个行度 就包括了要重重量刑 以及重重量处最严厉之刑 好的 那我们在现场呢 可以看到了 这个媒体 已经可以说是把这个 法务部的一楼大厅 已经是挤得一个水泄不通的一个情况 包括了各家的电视台 平面媒体 还有广播媒体 以及这个国外的媒体 都相当的多 而且呢 这个一家的这个电视台 也是派出了好多组的记者 来到现场 那么由于在整个 这个法务部的一楼 也并没有说相当的一个宽敞 现在是相当多人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陈聪明 警察总统陈聪明 已经来到现场 我们先看一下 最新的一个情况 前面大哥不好意思让一下好不好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陈聪明手上呢 是拿了一个新闻带 一个公文带 他是率先的先坐了下来 那么这个手上的新闻带 这个上面写的是一个资料带 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么新闻带呢 相当的薄 可以说是没有很厚 那么不过呢 目前呢 是还在等待特征组的主任陈云南 也希望陈云南可以呢 来尽快来到现场 不过我想说陈云南应该也已经快要来到这个防务部了 而因为他呢在萧导师前 可以说是由特征组 用走路的走过来 那么特征组由于这个距离 防务部其实还是有一段蛮长的一个距离 因此呢 陈聪明目前是一个人坐在这个发言台上 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 总统在这边 总统在这边 总统你直接好露一下吗 我说好露一下 这边是这边是这边 这边是这边 看手里怎么会有 还没感觉 总统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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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陳聰明現在是已經坐在這個位置上 不過這個麥克風的一個狀況 似乎有出了一些問題 那麼陳雲南也還沒有來到現場 所以現在還在一個準備的一個情況 那麼看這個樣子 將會等到整個記者會結束 才會發放他手上的那一張 所謂的新聞資料 好 我們現在聽一下陳聰明的說法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陳雲南主任也已經來到了這個現場 他可以說是從特徵組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了這個法務部的一樓 那現在也坐在這個陳聰明的旁邊 那我們也知道陳雲南從昨天這個大前天 11號清晨回去梳洗三個小時之後 就再也沒有回過家 一直住在特徵組 我們現在這個記者會已經即將開始 我們現在看一下記者會的一個現場 好多次了 我們看好多次了 我們再看好多次了 我們來看好多次了 這邊要開一點 就沒辦法趕進 我們 continuer 你沒辦法趕進 妳uj nix 長會長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本屬特徵職 偵辦國務記號會等案件 從2097年的5月20號開始偵辦 到今天初步告一段落 在這個偵辦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要非常感謝 各方面給我們的協志 譬如說金融管理委員會 譬如說金管會 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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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麥放好 放回來嗎 我們外公會在這邊 還是拉回來好不好 太遠 全部都離過去 中央銀行 外交部 教職 中央銀行 我開 Hard toot пoffs 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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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給不眉提供 他恩 光元 ノ 那麼尤其是調查局 洗檢防治中心 還有台北市調次 我們非常多的人力 那麼 我們案件能夠很順利的來進行 當然 華舖本身 也給我們提供非常多的協助 不管是人力 物力 都提供我們很多的協助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 也要特別感謝 高檢時的嚴檢長 在我們的案件 偵辦的行程中 集中協調 那麼 我們的案件能夠 不管是協同辦案 或是 組合監督 都能夠很順利的進行 當然 台北地檢署的林檢長 在案件的過程中 尤其在協同辦案方面 能夠很順利的進行 我要特別表達謝意 當然 我們 案件到 偵辦到今天 有一個初步的結果呢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 拓貞子的同仁啊 他們在這段時間啊 可以說 不眠不休 非常認真努力的 在 案件的偵辦的進行啊 我想 各位媒體朋友呢 也應該都可以感受 感受得到 我對他們 對這個努力啊 我要特別表示感激 當然啊 我們在 案件的偵辦的過程中 也有一部分 是需要 來加以檢討的 那麼 對於各方面 給我們的 這個指教呢 尤其是 媒體朋友 給我們的 這些 指教呢 我們也會 細心檢討 以便使 將來的案件 偵辦呢 能夠 更圓滿的進行 那麼 非常感謝各位 至於 案件偵辦本身的 這個 狀況呢 我們現在 就請我們 特勤職的 陳主任呢 來跟各位報告 謝謝大家 各位好 今天 大家 我們 拿走 看 那個茶杯拿乾嘛 好,這次 好了嗎? 大家好 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察組 偵辦陳前總統等人 涉及服務紀要費等案 於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偵察終結 將陳前總統水扁先生 前總統夫人吳書珍女士 馬永成先生 林德遜先生 陳振慧女士 陳志忠先生 王瑞靜女士 吳錦茂先生 陳俊英女士 蔡美麗女士 蔡明傑先生 蔡明哲先生 郭權慶先生 李介木先生等十四人 分別依 貪污自罪條例 刑法違照文書 違反洗錢防治法等罪名 提起公訴 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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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前總統水扁先生 陳前總統水扁先生 與前總統夫人 吳書珍女士 涉嫌共同詐領及侵占國務紀要費 共計新台幣 一億四百十五萬兩千三百九十五元 又利用總統職權 藉科學園區管理局 於九十二年九十三年間 用先租後購的方式 由政府向打育公司架固 坐落龍潭科技園區範圍的土地 並變更為科學工業園區部分 與前總統夫人 吳書珍女士 及居中牽線的蔡明哲先生 執政科學管理局局長 李其木先生等 共同收受賄賂美金一千一百九十八萬元 其中陳前總統水扁先生 前總統夫人吳書珍女士 分別獲得匯款新台幣一億元 美金六百萬元 前總統夫人吳書珍女士 另於九十二、九十三年間 透過蔡明哲先生 居中牽線 由前內政部長余政憲先生 透露評審委員名單的方式 協助利透公司董事長郭權慶先生 取得經濟部南港 才能管新建工程標案 收受郭權慶先生交付的美金 兩百七十三萬五千五百元匯款 早前一頓 市民黨組織,都在母親居上 下既有婚禮 事務外國的軍事 为引力前述重大犯罪所得财务 陈前总统水扁先生 前总统夫人吴苏珍女士 与其子习陈志忠先生 王瑞靖女士 共同透过凶手吴景茂先生 陈俊英女士 好友蔡美律女士 蔡明杰先生 蔡明哲先生 郭全信先生等人的协助 分别以掩饰收受 祭祥或待命不知情人士 帮忙贵款等方法 将前述犯罪所得的款项 贵往国外银行 予以鼎立 陈前总统水扁先生 犯罪情节重大 不法所得为历来最高 而且犯后一再攻击司法 并无悔意 与其担任两任中华民国总统 于就职时 依宪法先元 宣誓 必遵宪法 尽忠职务 增进人民福利 保卫国家 无负国民付托 如伪誓言 验授国家 严厉之制裁 尽人执法犯法 实无可患 向法院请求 予以最严厉之制裁 吴书生女士 利用总统夫人身份 大肆干政 搜刮财物 混乱体制 败坏官僧 请从众量刑 陈志宗先生 黄瑞静女士 以直系写清 共犯洗钱罪 等的减轻其行 为其 起位交代 所掌控海外资产 恶性不轻 请从众量刑 其余被告 因自白 或配合侦办 或态度良好者 依法请求减轻 或免出歇刑 谢谢大家 主任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 林丁的这些 就是求储重刑 并没有具体求刑 那为什么没有具体求刑 的原因是什么 法务部 今年三月间 有一份公文 通令所有检查机关 具体求刑 移在审判阶段 让公诉检察官 斟酌审判阶段 被告的一切情状 来具体求刑 因此在侦察阶段 本属检察官 遵从法务部的函 我们不便 求具体求刑 那这请问就说 如果这要求具体的合议来说的话 这也一句才是 我们的建议是吗 是 主任你可以跟我们讲说 就是请 这边没有具体求刑 可是请求法院那边 求储重刑 是 那求储重刑 你们的一个 虚的一个 祈求是什么 那我们就尊重法院 审判这段 就一切的情状来处理 是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所犯的这些贪污自罪条例 或洗钱罪 各部分他的罪重刑事如何 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然后再请求法官那边的一个 下一步处置 谢谢 关于各位 如果 对这个 刚刚我们 陈寸所所说的 还要跟警官 做过头 我们希望在 等一下我们 在最高检察室的地下室一楼 我们全体检察官都会在场 那我们请 各位呢 是不是可以 移驾到 我们最高检察室的地下室一楼 我们请检察官 跟各位来沟通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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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偵辦案件是依法秉光處理 那有些當事人他是受羈押的 因此我們的心情是嚴肅的 無論你再跟我們講一下說 你剛才提到說有關吳淑貞的部分 是大肆干政 搜刮財務 混亂體制跟敗壞官政 而陳宗黃瑞金的部分是惡性不輕 沒有交代海外資產 這個部分你們遭遇到的一個瓶頸是什麼 你可以多琢磨一下嗎 海外資產必須透過司法覆制的程序 才能夠合法取得證據 否則的話如果說有拿個人的授權書 取得的證據也是合法的 那有關吳淑人的部分 惡性重大的部分 形容一下具體的作為是什麼 搜刮財務混亂體制破壞官政 因為這很重的一個用詞 我想我們的幾書書裡面會有具體的說明 不便再次多說了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因為有些案件實際上是我們承判檢察官會比較清楚 他具體他實際在承判 他整個過程譬如說如何洗錢 他這個整個過程恐怕最後承判的檢察官會比較清楚 那所以我們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們在等一下各位可以移駕到我們最高檢察室地下室一樓 我們承判的檢察官都會在場來跟各位 如果各位需要了解的 我想我們承判檢察官會就他所知道 可以講的那會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好不好 今天開始開始 我們原則上是四點鐘 四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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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光碟給各位 會不會有光碟 已經 我等一下各位過去就應該可以拿得到 你問一下今天之後還有擠壓的必要嗎 這一部分 將來 這接觸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這個是將來是法院能夠 今天會移審嗎 今天要移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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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到海邊是怎麼樣 有沒有進入必要的必要的必要 你們覺得有沒有繼續延壓這個洞洞便的必要 我們有些案件還沒有 還繼續要偵辦嘛 當然我們是希望能夠 繼續能夠擠壓 我們檢察官會在移審的時候會請求 那你當時不知道 是不是哪些案件 大概是去了 可以 按支經改的部分 還有這個 秘密外交的部分 還有這個 違反國家健庇法庫法的部分 這個部分都還需要再繼續 來 侵犯 繼續來處理 請問現在海外的錢賄的多少回來 是哪些人賄錢回來了 這個部分其實是裡面會有詳細的交代 會有詳細的交代 這部分是因為陳忠 陳陳總統還有吳士忠夫人 他們的犯罪所得並不一樣 那要從其實是裡面 才能夠仔細的看得出來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你什麼時候看到吳士忠夫 然後你有做什麼樣的說法 吳士忠夫 我是說實在 我是今天早上 我們 我覺得我要特別 感謝我們陳主任 他實在這三天 他都到早上 像昨天 他是到 一直看宿內看到早上的將近六點鐘 早上將近 前天呢 他是看到早上的四點半 那今天呢 就是今天早上 我看昨天晚上他幾乎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 都沒有睡覺 所以他宿內拿給我呢 說實在呢 我也沒有辦法做一個非常仔細的看 所以我只能夠跟各位做這樣的報告 那 余政縣的部分是由北檢取釋 由北檢取釋 所以我剛剛才說明說 我們非常感謝台北地檢林獎長 他我們能夠大家分工合作 來處理這個案子 因為 因為 只要我們 這個案子呢 今天是社會比較矚目嘛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案子呢 做一個比較審慎的處理 好吧 那就是啊 現在有關吳俗珍女士還有馬永才還有林柔晉 他們之前已經被侵褪了 那現在這部分是定案的還是令服使用的呢 吳俗珍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定辦 那有一部分是我們還是提起公事 就是扎領這個國家會的這一部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的我們看到呢 這個是在法務部的一樓大廳 有檢查總長陳聰明跟特徵組的主任陳雲南 聯合舉行的記者會 今天針對扁家的弊案 徵結起訴 第一波的徵結起訴呢 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跟之前我們所掌握的訊息一樣 對於陳水扁的求刑是請求最嚴厲之刑 對於吳俗珍是從重求刑 那對於這個陳志忠以及黃瑞敬 原本他們是直系寫輕 幫這個陳水扁跟吳俗珍洗錢是可以減刑的 但是因為犯後的態度惡性重大惡性不輕 所以呢還是請求從重量刑 所以我們看到扁家仁在整個起訴案當中所分別的待遇 另外呢在稍後四點鐘呢 八位特徵組的檢察官會跟所有的媒體記者一起說明 整個辦案過程當中 大家有疑義的這個部分 起訴書在稍後也會完整的公開 到目前為止大家還沒有看到完整的起訴書 因為呢這個可能是頁數太多還在進行這個影印的感制當中 接下來的程序呢是這個案子癥結起訴之後呢 會移送到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會開一個這個疑審庭 到底是哪一個庭會接到這個試劑大案 是原本國務介教費的蔡守遜的那個庭 還是另外再行抽籤 稍後在台北地方法院 我們還會再提供給您最新的訊息 而移送台北地方法院之後 最重要的這個可能性呢就是 陳雪扁會被借題出來開庭 而在借題當中最重要的大家關心的是 接下來是續押還是會交保釋放等等 剛剛陳聰明是說可能會續押 檢察官有這個態度之後 台北地方法院續押的可能性是不是增高 對我想目前這段案子已經起訴了 就我們法律程序已經算公告了 只是後續程序已經起訴了 那陳水扁會被繼續羈押 關係到後面案件的發展 我很訝異 因為陳聰明以前他口才就不是很好 可是剛剛他呼嚕呼嚕講了一大堆 包括二次經改 機密外交 還有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 就簡單講就叫洩密 有這三大塊還要查 那記者問他阿扁會不會繼續羈押 陳聰明說疑審的時候 會向法官充分的說明 所以我想這個立庭的檢察官會 講清楚說明白 我相信台北第一也會考量 如果以這三大塊這麼重要二次經改 機密外交以及洩密的部分的話 我想收壓的 繼續收壓陳水扁的可能性非常高 但是為了讓陳水扁表達相當的意見 待會2630在北院的題裡面 也會讓他陳述一下 因為他講最嚴厲的這個行 是無期徒刑 陳水扁等於是知道說自己要被求無期徒刑 包括吳淑貞以及陳忠黃耐盡 都從這種量刑的情況之下 我想陳水扁會有一番抗辯 在這個庭裡面 不過起訴書剛才也講到了 就是說所謂的最嚴厲之行 這個用詞的出處 是陳水扁在就任兩任總統的時候 對著這個憲法宣誓的 如果他有犯法怎麼樣的話 要接受國家最嚴厲之行的處罰 出處在這裡喔 我們先進廣告再回來討論 還有另外一個可愛之處 رة這個 平面對人之間 對大部分的位置 就可以outine自isch